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 首次以总统的身份走进白宫 报道称他收到了军人和乐队的欢迎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他身边 数分钟后 贺锦丽首次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步入白宫 社交网站推特已将美国总统官方的 推特账户的管理权自动转移到 新任总统拜登手上 拜登在宣誓就任后 随即在个人的账户发贴文 指真正的工作已经开始 并叫民众关注总统官方账号 将令美国重建的更好 他再在总统官方账户发文 指当要解决面对的危机时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他正前往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工作 采取大胆的行动 立即帮助美国的家庭 总统拜登今天就职后 随即在国会山庄签署多份文件 包括就职日公告及内阁人选提名名单 他即后与副总统贺锦丽等人 一起参阅阅兵仪式 之后登上由野兽The Beast 支撑的总统坐驾 该辆专车已经换上了46号车牌 纪念拜登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 连同前总统欧巴马小布西齐克林顿抗力 前往阿林顿国家公墓 无名英雄纪念碑线花 新总统拜登今天宣誓就职世界领袖 纷纷表示祝贺和欢迎 英国首相强深期待与拜登 和他的新政府合作 强化两国伙伴关系 致力共同列为优先的事项 包括处理气候变迁问题 推动疫情后的重建 以及强化跨大西洋的安全关系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 粉德莱恩表示 他很期待白宫有位 能与欧洲合作的友人 一同对抗气候变迁 和新冠疫情重建夺边主义 天主家教宗放弃哥呼吁拜登 在世界推动和解与和平 他又说 如今人类家庭面临严峻危机 亦需展现远见和团结 我祈祷你做各种决定时 能以关注建立公正和自由的社会 最为导向 白宫官员今天表示 外交人员学校负责任 史密斯获任代理国务卿 史密斯在2018年 获任外交人员学校负责人 这间学校负责训练美国外交官员 预料史密斯只是在参议院 通过任命拜登的国务卿人 选布林肯前 暂时担任辞职 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昨天召开布林肯的人事听证会 目前上午 迹象显示布林肯人事案将碰上难关 布林肯曾在前总统欧巴马时期担任 副国务卿 部国家安全顾问 西南部目前有超过70%的地区 都处于极度干旱的状态 2020年创下历史上 年降雨量仅有15天的最少记录 但根据气象局预报 从下周开始 1月的最后两周会有三到四场风暴冲击加州 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 届时将带来强降雨 下周南加州部分地区的降雨量 可能相当于过去两年的降雨量 目前加州东部和亚利桑那西部地区已经发布了山洪预警 本周五就会有1到3英寸的降雨 长远阳光的加州内陆地区未来几千的降雨量 也将达到2到3英寸 预计会持续两周 干旱的地方都将迎来三到五云村的降雨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